謝謝 現在的房子多貴 都不用我多說了 有時候在家裡看見甚麼 玄關、走廊 無無畏無浪費座位 真的肉都呆呆痛 只不過像我家那樣就不同了 你看,好像切生日蛋糕那樣 廳,房,廚房,廁所,房 個個位都用到盡 真的吃得不浪費 留意屋中間最精緻的設計 旋轉門 走進去一推 想去哪間房就去哪間房 實用省位得來 又有五星級酒店的感受 連我認識的一些室內設計界的佬 都看到說 麥太,我們這些設計佬 個個都不夠你做了 謝謝各位 自從上次介紹我家的超級省位設計之後 收到很多觀眾的提問 反應相當熱烈 麥太,我也用了你的設計 好就好 不過旋轉門好像抽氣線一樣 有時候會把廁所的味道抽到一屋 也是 請問有沒有解決 這些想法就是偏激 你又不想想 旋轉門把廚房的飯 送香抽到一屋 也是 好的不好的都有些 世界才能平衡 我試過幾次推動旋轉門 想回房間 經過廁所 發現家人正在裡面辦公 也有點不方便 請問麥太,可以怎樣改善 很簡單 只要封密廁所,不要亮燈 那麼黑漆漆,甚麼都看不到 就不會不方便 我家裡的廁所經意不開燈 不過因為看不到 有時候去廁所一坐 會坐在家沒有大腿 請問麥太 我是否應該開廁所盞燈 不用,你有沒有去過演唱會 放螢光棒在廁所裡 大小便或洗澡的時候 拿著螢光棒搖搖搖 喜歡的話,還可以叫你偶像的名字 華仔… 那人家一定知道你在用廁所 我廁所沒有著燈 不過我睡覺的時候 睡房一樣沒有著燈 有時家母夜媽媽會摸進我的房間 坐上我的床大壓 華仔… 然後還回到讀書 行了…不用說了 說來說去都是廁所 下次教大家一了八了 以後都不用去廁所 約定你了 謝謝大家